我们三个可以说很有言 就是刘兆豪委员跟我 因为我们是参加4月30号 南横公路通车典礼的 雅口的会场 刑警院长苏贞昌 他是参加天池会场 非常有言 南横公路最高点就是在雅口 大关山隧道这个地方 2722公尺 当时我们在那边同步几行 同步几行这个通车典礼 那后来苏院长他是在天池 在天池 你还记得苏院长那天讲这个南横公路 通车典礼讲了什么话 他说南横公路就是我们台湾的希望 台湾的团结 那这个我虽然是反对党 但是我还是对苏院长讲这句话 我是深有同感 那这个是所有施工单位 工程人员 包括那个蜘蛛人 流血流汗 付出血汗跟生命 所兴建的一条非常壮观的公路 但是他究竟拖了13年 你还记得13年前 高雄桃园区摩拉克风灾 土石流勤泄 我当时是哀嚎遍野 整个路都中断了 但是严树民也是等了13年 这个部分我也是要为我们族员 抱居啦 因为南横公路 大家是都很努力的在修复 但是那个工程的困难 不管是甲仙公路段 还是官山公路段 都有很大的挑战要去克服 那工程也没有办法说 一次施工完成啦 那然后几乎我在这里 执巡了几次 那盐物料的暴涨啦 所以工程发包不出去啦 甚至于我还处理过 那个台东海端乡 立道村的村民抗议 因为那边常常封路 特别是南横公路的摩天岭 崖口 这个还有那个什么六口温泉 常常封路嘛 那对于我们族人造成相当大的不变 那终于完工了嘛 完工的话就值得庆贺啦 但是这个十三年的过程 我们族人 特别是我们海端乡 桃园区布农族的族人 也受到相当大的一个痛苦啦 因为常常有交通管制 所以呢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 南横公路完工了 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公路 那我们的中横公路 中横公路比南横公路还要久哦 921开始 到现在23年 南横公路13年 中横公路23年 所以部长 南横公路我们可以克服了 中横公路我们将来要怎么办 现在谢谢孔委员真的对于 像南横公路也都多次的咨询 那天我也刚好跟你在牙口这一端 很谢谢你对于这条路的支持 那中横当然就是它的地形地貌 现在慢慢稳定了 那它也即将进入这个建设期了 那我会期待就是说 呃这个他们投 就是公总他等他114年 114年开始就投入建设了 现在让他用这个青山 青山的下线来先走 那这部分我们这个等这个确定的时候 就会全力来来施工 我们早点也让中横公路 早点通车 我们会全面签力来 你可以在这里讲说 中横公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启动吗 来局长 各位报告 目前就是说 呃中横公路因为有调查整个 就是说它的一个地质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是 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这个调查分析 所以也有沿途相关的 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但是中长期的计划就是 会配合就是未来的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来做一个相关的启动 所以目前方案 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说 包括就是中长期计划的一个 呃期末 我们大概已经就是已经快完成了 那我们会就是说 在在这一个呃整个计划 大概就是这个呃分析之后 我们会来选择就是 因为它目前大概有几个方案 就是说要来让它更稳定这样子 好那个因为时间到了哦 你们有四个方案嘛 是 那决定哪一个方案 早点签报给院长 对对还没有 好 签报给院长 然后就定一个启动的日子 我会加紧来办理 好 谢谢 这 他 naked 哇 监理上面的演唱两首歌曲 献给这个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 620 6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